大家好 欢迎来到MikeGoPowPowChannel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东西就是 怎样可以做一个NFT的生成 什么叫NFT生成呢 其实就是说 怎样有一个自动化的方式去制造 一百张一千张一万张的NFT 而今天我们就会实测一下三个网站 而当中有些网站真的挺奇怪的 YouTuber介绍到一半就会停的了 然后其实能不能做到呢 我今天就会去实测两个YouTuber经常会介绍的网站 事不宜迟 首先我们讲解一下原理 这幅图第一个就是身体 就是这只蜜蜂的身体 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她的面 第三个就是她的头发 而第四个就是她的背景 而第五就是她的天线 而最后就是她的accessory 就是有没有其他东西 手套 那将这六样东西合起来 就成为了一张NFT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究竟如果假设 我们眼有五套 头发有五套 手套有五套 身体有三套 背景有五套 即是说有多少种变化呢 答案就是1875 那我们用NFT的生成器 就可以做出这些 那么多变化的NFT 好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去一个自动生成的网站 就叫Otominter 这个是YouTuber经常介绍的网站 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 和大家很熟悉的Cyberpunk 你可以自己改一些图的属性 最后呢 就会有你的NFT出现了 好 我们点击Create Account 连结你Metamask的币 输入文码 他就会要求你加入一个Discord 先的 如果有的就要加进去 如果没有 就开一个新的Discord币 如果你不加入的话 他就不会给你用的 那我就唯有加入 登记完之后 你就会见到Create a Project 点击上面蓝色的键 你就会马上进入制作的版面 那我就立刻加一些图 又去看一下 这个是Background Hotominter 本身只会支持500x500大小的NFT 但好像我这样 大他那么多 他就会因应这个大小 而自己调整 好了 放了第一张 大家猜一下我的NFT 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背景呢 就有四幅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可以加 究竟它是属于稀有 很common 还是不common 不是张张的背景呢 都会同样的机会率出的 那你可以选择 Rare uncommon 和common 那Rare 出来的机会率 就一定是最低的了 common 就最高了 那这个MetaData 你可以选择 做完背景 做完背景 就到下一个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按 Add Layer 那重复之前的步骤 我们就加第二样东西了 那这次当然是 加Michael Papa的名字了 大家猜到什么没有呢 其实绝大部分NFT的生成器 都是这样的原理了 设定好稀有道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改名字了 那这次呢 就叫Michael Papa Name 如此类推 我们再加多一个Layer 下去 让我加快速度先 得了 加了九幅图 那颜色盘呢 我就会设定为最稀有的了 跟着其余的那些呢 就会是common 和uncommon 那看下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那你就可以输入做多少个NFT了 那我就写100个 那这里呢 等的时间真的多久 那当然我们会加速一下啦 但等了一分钟之后呢 就做好了我们的NFT了 大家知不知是什么呢 无聊的我 当然想试下 弄Michael Papa的新logo啦 怎样啊 大家觉得哪一幅好一点啊 我知道你们的心里面 当然是说幅幅都不好的啦 喂不要这样啦 虽然我都知道是 不过可以留言说些好说话 哄一下我开心都可以吧 那100幅图呢 就已经做起了啦 那你要听着我说 是100幅图 不是100个NFT 因为你都还没放上去OpenSea 但是所有的YouTuber呢 去到这里就会停的啦 那为什么呢 我们一路做下去就会知道的啦 那我们照跟指示 计定好系列的名字啦 价钱啦 和发行多少啦 是以什么blockchain啦 做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下 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啦 终于都来到最后的版面啦 看字真是不错啊 那当然有Minting的Page 还可以做AirDrop 亦都可以有办名单 那真的挺全面的 但你看到它就斩着斩着 应该就是在制作中NFT 好了答案终于都出来了 结果就是我等了几天呢 都还没有NFT出来 而且我还尝试将我NFT 空头给自己 那结果呢 都是什么都没有的 真是一个世纪大片案啦 那希望大家不要再用这个网站啦 那你放心 你所做的步骤呢 其实其他的NFT生成器呢 都是这样做的 接下来我们会实测 第二个YouTuber 常常会介绍的网站 就是NFT Connection Generator 首先按Generate your NFT Connection 跟着就做好一些基本的设定 例如有多少个NFT做出来 你的系列的名字 跟着再输入描述 然后我们就会好像设定 Ottomintor这样 加入不同的图层 由于之前已经教过了 那我就加快速度啦 跟Ottomintor有少许的分别的就是 它不是分common uncommon 以及rare 而是按百分比 究竟它出的几率有多高 好处就是 例如你有九幅图 你就可以每一幅图出的几率都不同 你的NFT的系列 就会变化更多 而这个价钱你也可以设定得更贵 好了 你已经见到个预览图啦 那我们就试下下载整个系列 下来了 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看看要付钱的 价钱的接受程度呢 每个人都不同的 不过如果你作为一个新手的NFT 艺术家的话 你就要计一计 每个月52元美金 你的NFT 是不是可以 卖到超过这个价钱 然后你又有收入的呢 最后它就只能够给三张 你可以下载的 那其实质素都不错的 够了大张 那做NFT就没问题了 那你交了钱之后呢 你就可以全部都下载得到的了 那我当然没给啦 我好穷啊 我怕YouTube没收入的 最后我要介绍的网站 就叫Appi Pie Design 那这个应该是我所介绍里面 最实用 而由大家负担得起的网站 其实很坦白说 如果你要做一个NFT的生成 又不需要学程式的话 你要找免费的网站呢 其实是没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好了 我们讲回这个网站先 首先你要用你的email 去做登记 然后填完所有的资料之后 他就会给7日使用你 之后他就会叫你用PayPal付款 那价钱就是3.5美金一个月 那跟刚才NFT Connection Generator 相比之下呢 3.5美金和52美金一个月的相比 这个网站就相对地经济得多了 完成付款之后 你就会去到这个版面 你就可以开始设计自己的NFT系列了 那做的方式和之前那两个网站都是差不多 所以我都是会快放的了 我不会剪掉这个制作过程的 因为呢 你们都可能要知道究竟是怎样去设定 那虽然是快镜 但是你们大概都看到的了 公平起见 都是设定100个NFT 留意一下 这个网站做的NFT是有上限的 一个月呢 是可以做1000个NFT 那如果你要再多的话呢 你就要额外付钱了 之后就连接到你的Metamask钱包 100个NFT已经做好了 其实速度比我想象中快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改回NFT名字 和加回描述 都真的挺方便的 而且每一幅图都没有水印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测试一下 可不可以将这些NFT放上去OpenSea 我就选择用Polygon的形式发布了 其实它有三种方式 其实不外乎就是用Polygon 或者用Refremium 发布一个NFT大概用半分钟的时间 好像有没有东西看 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见到我的OpenSea户口 有了 嘞真的做了出来 但是奇在奇在 那个connection 为什么不是我那个呢 又真是这两个NFT 在我的户口里 到最后我点击这个系列的名字的时候 就发现 原来它所有做好的NFT 都会放在这个connection的名字里面 即是不是我们Michael Papa的connection 之后我就没有再深究这个问题了 其实它的发布是相对地比较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发布自己的NFT 好像我上一条片这样说的话 它这种发布就不算合格了 因为实在不够详细 买你的NFT的人 会觉得你制作不够认真的 但是这个网站 绝对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将所有的源头都下载 然后慢慢发布 你就不会被人有一种滞销的感觉了 希望最后介绍这个网站 可以帮到大家了 未完的未完的 我们Michael Papa希望可以凝聚所有NFT artists 的力量 成为一个强大的crypto art 资料库 如果大家都想希望将自己的NFT 或者打算做的NFT 都希望能够给更多人认识的话 就记得加入我们的NFT资料库了 加入很简单 只需要去Michael Papa的网站 点击加入你的NFT 填了这一张form 你就可以正式加入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参与 今天讲到这里 就这样吧 拜拜